Hello,大家好,我是Rico,欢迎回来 在上一课中我们说到我们现在要学习一个支点 就是Fragment之间的通信 那么说了这三种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直接上例题来讲解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道例题怎么去反映这个 Activity访问Fragment 以及Fragment怎么去访问Activity 那么这个界面我现在先搭出来了 一会我们接着来写代 我怎么办呢 是这样我在这个Activity里面 放了一个Checkbox 在下面这个地方放了一个Fragment 那么第一个操作 当这个Checkbox勾选的时候 我需要在这个Fragment里面 来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TextView 来判断这个它勾选的这个情况 如果它是勾选了 那就是已婚 然后这个没有勾选就是未婚 我需要在这个位置来显示 这个位置是在一个Fragment里面的TextView 那也就说是Activity来访问的一个事件触发 来影响到一个Fragment里面的UI空间的一个更新 另外一种操作呢就是当这个Checkbox选或者没有勾选的时候 我会在Fragment里面有个Button我去点 点这个Button呢是去判断在它所属的Activity里面的这个Checkbox它是否是勾了还是没有勾 请告诉所以这个就是反过来Fragment里面的一个操作它去判断Activity空间里面的空间的一种情况 好所以这个就是最终我们运行的一个界面 那OK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工程的大致情况 我已经搭起来了 所以前面搭的过程我就没有浪费时间去写了 那么OK我们带着浏览一下 好这是一个IndexActivity 这里面是一个Checkbox 我们先看它的布局 它的布局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Checkbox Checkbox对应到这 这是Jar里面的 然后呢 它在它的底端 去引入了一个Fragment 这叫BottomFragment 在这儿 那我们又要看这个BottomFragment BottomFragment在这儿 它加载了一个自己的一个UI 这个UI在这儿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Fragment的这个UI 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再打开 这个Fragment的Bottom下面它是一个Nin-Nin-Out 它上面有一个TextView 还有一个Button 这个TextView和Button 就是刚刚大家在这个模拟器里面看到的部分 看到这个部分 在这儿 这儿一个Checkbox 这儿一个TextView 这儿还有说错 这个是一个Button 这是一个TextView 这是一个Checkbox 其实就是三个 那这两个是在Fragment里面 那OK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第一个 第一个操作你是什么呢 你刚刚说了 你的操作是当Activity里面的一个空间 它发生一个事件出发的时候 我想获得它现在的勾选状态 然后在Fragment的TextView里面去 显示这个操作的结果 那OK 好 这个Checkbox 现在获得了 那剩下的就是当这个Checkbox 我们去绑定它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事件 对吧 那么这个Checkbox 那就是什么呢 Checkbox 我们要去去找它的这个事件 它就是被选中的事件 对吧 Unchecked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名字一下记不住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么多 好 好 SetUncheckedChangeListener 当它的一个被勾选 状态变化的时候 一个监定器 对吧 我们选这个 好 New 好 我们写这个 好 这个导包 对吧 那么 这个状态 你来判断一下 如果它 如果 这个Checkbox 它是被选中 就是被选中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没有被选中的情况 对吧 所以这个你逻辑要自己清楚 这个是Checkbox Checkbox 被选中 好 这个另外一个是 这个是Checkbox 取消选中 好 OK 在这两种情况下 你都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你需要 去更改 这个Fragment里面的TextView 这里面的值 选中的时候 我要在这里面塞一个字幕串 说选中 那就表明已婚 如果没有选中 表明未婚 那你就是去要更改TextView的值 关键是现在你在Activity里面 你怎么去拿这个Fragment呢 对吧 好 那OK 那么我们去在Activity里面去操作Fragment 我们可以通过 getFragmentManager点 这有一个 findFragmentById 好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getFragmentManager点 findFragmentById 那么这个可以去什么呢 可以去在一个Activity里面去获得它所属的Fragment 那这个ID是多少呢 你不是在这个地方给了它一个ID吗 叫FragmentBottom吗 对吧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方法它用的是Fragment这个标签的这种写法 如果是Java来溜出来的这个BottomFragment 它就不是这么去了 因为你那个去溜的话 你直接可以拿到它的引用 这个我们后面再换一个方式来写 我们先写这种 这种有标签的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找 好了 那你这个不是就R.ID 这个吗 是不是它 对吧 同时我们刚刚其实还发现了还有一个方法 你叫什么呢 FragmentManager点 findFragmentById 通过一个这个标签来获得 那有同学要问这个标签哪来的 这个标签是你在写 这个Fragment这个XMR元素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自己去定一个tag的 这个tag是一个字符串的 你自己去定一个 比如说这个你去打这个 你看有没有这个属性 你看这是有这个属性的 OK 后面是个字符串 这字符串 比如说我自己写一个吧 比如说叫FragmentBottomTag 这个你也可以通过什么呢 你可以通过ByTag 这个tag的名字就是刚刚的名字 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个也来可以获得 所以这个大家要会在一个Activity里面 如何去获得它所所属的一些 所管辖的一些Fragment 所以你这个拿出来是什么呢 你说说白了 其实你这个拿出来就是BottomFragment 对吧 就是它 就等于它 getManager点 OK 有一东西说 这怎么报错呢 因为你这个Fragment 获得的是一个Fragment对象 其实你的BottomFragment 只是Fragment的子对象 所以你这个还强转一下 对吧 想转一下 就拿到它 然后呢 你在写下面的代码的时候 好 你这个如果它不等于空 那你再进行它操作 你进什么转你都拿到了Fragment 拿到Fragment 那我怎么去找这个Fragment 所关联的UI里面的一个这个值呢 这当然是可以了 调哪个方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现在是不是又想调到那个TextView吗 对吧 Fragment 然后getView 然后再来一个FindViewById R.id 你不是叫TextResult吗 所以这个方法 你看一下 这个方法通过Fragment 你先从Activity里面拿到它所属的Fragment Fragment.getView 或者它的View元素 然后再去点FindViewById 通过一个ID再拿到这个 所以这个就返回的是谁呢 就是那个TXTResult 就等于它 然后这个地方抢转一下 TextView 然后把报导 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是在Activity中 获得所属的 Fragment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这个是Fragment 获取它的UI的空间的方法 你这不就获得了吗 对吧 那说白了 这个其实你拿到的空间 你就是跟这个 当它选中的时候 你给它塞值 塞一个 塞一个值 好 这个叫 已婚 对吧 相反的 else的情况下 那就是这个 未婚了 对吧 那么这两个方法 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OK 那把这个代码整理一下 你把这个 这个东西踢出来 不管你点没点这个东西 其实你都要获得它的 所以我把这个代码 货出去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去货的 如果它不等于空 这个也可以提出去 那你两个 if跟else里面 只是塞的这个值 就这个等于已婚 然后 OK 这个不能在这儿生命 这个不能在这儿生命 那算了吧 这个就多写一下 无所谓 这个代码 调整一下 也无所谓的 else跟它一样 所以你这个要学到 在Fragment里面 去获得它的UI空间 这个是通过tag 留给你自己来 试一试 这个tag的情况 能不能获得它 好 OK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这个地方再报错 我们看什么地方 好 检查一下这个地方 OK 这个地方有两个tag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写了一个tag 刚刚讲 课的时候又写了一个 删掉一个 那OK了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这个 这要立体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模拟器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Fragment 这个是我们Activity里面的UI空间 我们操作一下 勾选 好 现在Fragment里面的TextView已经改变了 我们把它取消 取消 OK 好 这个功能是完成了 所以OK 这一课你学了 你这个 这两点是最重要 这个 和这个 分别在Activity 获得它所属的Fragment 以及从Fragment里面 获得它的UI空间 然后这个地方要加一个说明 这个getManager DefinedFragmentById 或者ByTag 这种情况呢 是这个你的Fragment呢 要是使用那种标签的 是使用 XMIL的那个Fragment标签来获得的 如果是用加号代码动态的构建的Fragment 这个写法就不是那么小 那个我们会在后面 把它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对吧 好 OK 那么我们下节课 接着讲 哇 是不是 就是 组绍 那 我们下导 车 外 wier